农村常有人寻找这种野草 传草采回去洗干净 当做野菜的使用 它是药食同源的植物 也是很好的野生草药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介绍的植物 药食同源 传草采回去 可以当做野菜的使用 小草本植物大用途 一起来认识一下 有很多人遇见这种野草 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用 植物学名叫睡米剂 为阴树木十字花科 睡米技术一年生小草本 植株型的特征 金直立或斜生 植株高10到30厘米左右 金下部分有时是淡紫色 上部毛件少 鸡身叶具有叶饼 金身叶叶饼短 顶身小叶盛型或软盛型 全部小叶两面稍有毛 种种花絮生于枝顶花小 梗签细 鳄片绿色或淡紫色 长植圆形 外面有梳毛 花瓣白色到软形 野生资源碎米剂 全国各地均有分布 一般在山坡路盘 荒地及耕地的草丛中 我们都能够找到 传草可以做野菜使用 炒食或做摊 同时炒药人也会把船株采回去 是很好的野生炒药 利用价值极高 很多地方有野生的碎米剂 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途 与厉害的地方 其实这种植物 从它的别称白带草 女性朋友都可以关注了解一下 然而这种植物 野生草药真正的厉害之处 见种销都是形容它的 雀儿菜 顾名思义 这种植物 它的传草 当做野菜来使用 碎米剂是非常有趣的花朵 一旦果实成熟 便爆炸式的向外散播种植 又有人工来种植它 当做野菜 花朵 还有很不错的欣赏价值 同时这种植物看似很普通 利用它能够帮助不少人 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 春天常在户外挖野菜人 是否认识这种碎米剂 喜欢一些种草药植物的人 也可以认识下它 朋友们 您的家乡身边有没有这种植物 是否知道它一些用途与价值 评论区都可互相交流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